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下有意年轻男子急行而来 死人一幅落魄向 衣衫蓝绿 面容枯瘦 经历在旁 观其不语 梁公下了几局 觉得累了 便起身书斩筋骨 看那年轻人也是沉迷齐局的人 便让他下上几盘 那年轻人坐下之后 接连输了几局 神情懊恼 显出了烦躁 梁公邀他喝酒也不喝 让他歇歇也不歇 接连下了十几局 只勉强剩了一两局 半天下来 连小姐都不曾去上一次 这让梁公深感奇怪 两者杀至难解难分之时 那年轻人突然挺直了身子 面容痛苦 忽然起身 跪于梁公身前 连连磕头 先生 救我 请先生跟马夫求情 不要绑我脖子 准我下完这一局 说些奇怪的话 提到了梁公家的一位马夫 速去马夫家 让他不要为难此人 梁公便拆随从 回去马夫家中看一下情况 随从快马家鞭 来到了马夫住处 得知马夫已昏睡两日 那马夫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下阴槽 充当勾魂使者 随从把梁公的意思 告诉了马夫 再说梁公那边 书生从地上起来 已不再显得痛苦 谢过了梁公又坐回去下棋 一盘中了又输了 眨眼之间隐去了身性 梁公这才知道 那年轻人不是人 等回到府上 梁公叫来了马夫 问起了那年轻人的事 马夫说 那年轻人是湖北襄阳的 一个书生 自幼痴迷棋局 也读了不少棋谱 可就是棋意不精 也没人愿意跟他下 他只能许以重金 求人陪他下 家中老妇怕他败尽家财 时常把他关在房里 可他总是想办法逃出去 找人下棋 家财几乎被他散尽 老妇竟为此气得一命呜呼 阎望剑书生无德 便缩短了他的寿命 将他打入了恶鬼地狱 身在厄狱 他仍只撕齐取 如此过了七年 阴要撰写悲记 阎望大赦了一批书生 给予往生的机会 哪知他途中竟逃跑了 逃走之后 仍四处找寻齐取 阎望下令 太阴差鬼使捉拿他 那一日 在山上看到梁公与人下棋 就凑了过去 正被初阴的马夫撞见 用锁链锁了他 要不是梁公求情 当时就被带走了 书生离开后 便被阴差抓了回去 被打入无剑炼狱 不得超生 想不到世上竟有 如此痴迷之人 为其而死 死后又为其 往送轮回的机会 嗜好把持不定 当真也是骇人呐 梁公听完 不免感叹 如此事后一物 而错失太多 未免太过可惜了 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